請你們介紹一下 你們的東西嗎 我們這個是水管花 我們做那個吸管花 是用吸管剪一結一結 這個是花蕊 先做花蕊 然後你看你介紹 這個是花蕊 還有花瓣 然後我們這個是成品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花蕊 他剛才介紹 然後呢我們要用吸管 吸管給他剪成一結一結的 然後給他剪成那個葉子 葉子剪完了以後 要把它弄成那個 用那個尖尖的 用這個給他畫那個 葉脈 葉脈弄好以後 好謝謝換他 然後給他處理 我們是要 我們有很多不同 做出來的成品會有很多不同的 顏色 看小朋友來看要什麼顏色 對 然後顏色越花 然後越漂亮啦 花花世界 美豬 美豬喔 你們要不要講 不用啊 你不要講 這個葉子啦 這個是葉子 那個葉子從中間換 那個吸管把它剪掉 然後從中間換一條線 然後我們拿著這個尖尖的 因為我們葉子有一條一條的 對 一條一條細細的 就跟我們的葉子一樣 花它的葉脈 從這樣畫 然後用這根子煮幹嘛 然後用它 這個要剪 剪一個 剪這樣橫的 剪橫的 等一下可以擦葉子 鋼花蕊 鋼花蕊 鋼花蕊這樣子 用一點那個膠水 用膠水把它擦出來 還有咧 這個應該是要小朋友來做比較好 對啊 請你先介紹一下 為什麼想要用版畫來 因為可以增進那個親子關係 那我們孩子自己 自己的創作 然後他用自己 用這個油膜把它印出來 是一種版畫 是一種他的成就感 他會很高興 所以是 所以是等一下會請小朋友 自己先畫好一個圖案 再讓他拓育 你來看 這就是他 你們可以看 這個是他自己的 剛剛在這裡 剛畫出來的東西 然後我們經過這個油膜 然後製作出來 雖然他那個膜 不是那麼勻 但是他 這是他自己的第一件作品 他會很開心 然後慢慢可以畫出很漂亮的 就像我們現在掛在牆壁上 這些東西都是 都是我們大朋友 第一次的作品 喔 所以這是 上面是大人的作品 然後 我們樂齡的 喔 好 這都是樂齡的 好 謝謝 我們這邊所主要展現的是 家電科技 家電科技 那我們有 比較常 呃 綜藝節目常看到的電流奇跡棒 還有聲控的車子 以及我們光碟機的應用 還有我們的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 它產生電流之後 它會讓這個 我們這個 葉片旋轉的 應用這樣子 讓我們可以 然後我們還有畫這個四翼圖 讓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去瞭解說 它的那個運作的模式這樣子 所以這是平常在學校的時候 教小朋友的課程嗎還是 這是我們現在在 這學期在那個 自然科所 慢慢在推廣的 然後就是 我們學校在做那個 親子創課的部分這樣子 好 謝謝 我們做的是 科學魔法車 讓小學生 藉由簡單的電路板 自己去操作說 讓那個 車子它可以透過 光 你光給它刺激 讓它會走 或會旋轉 還有紅外線 你打出去紅外線之後 它可以接收回來 給它一個指令 告訴它 你要旋轉了 然後第三個是透過聲音 你聲音 你拍手或是吹氣 它會有一個聲波 有聲波 也是告訴它說 一個指令 你的車子該旋轉 或是該前進 該怎麼動 就是不一樣的那個 給下指令的方式 那主要是讓他們 透過簡單的電路去學習 所以是會給他們 一個電路板 然後教他們 插在哪邊 之類的嗎 對 其實現在小學生 對電路板 還沒有那麼熟悉 所以我們有一本指導書 告訴他們說 這條線 主要是接讓它 哪一個零件 跟哪一個零件 接在一起 它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讓他們按著指示去做的 對 謝謝 謝謝 呃 我們是在畫纏繞畫 然後就是畫在杯墊上面 可以送給他們 那為什麼會想要用 纏繞畫來 就是呈現給大家呢 嗯 嗯 因為可以激發小孩子的想像力 然後就可以讓父母知道 他們想要什麼 然後就可以讓他們 跟父母可以更親近 所以這是學校老師教你們的 還是奶糖課程所教的嗎 這是我們美術老師教的 然後就想說 然後呢 這是張學嘛 然後 老師就想說 我們可以用這個來 教他們 讓他們畫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團位分兩個 那一邊那個是植物欄 然後這一個呢 是介紹我們平溪支線 從金銅車站一直到 3.0 到3.0 然後 闖關的那個朋友 他必須從金銅一直排排排 把那個站名都排隊 就過關了 OK 然後要不要看一下隔壁的植物欄 然後自己呢 我們挑了六種 我們平溪比較容易拿到的那些植物 然後做植物欄 然後闖關的朋友 必須要能夠答對三項 好 那譬如說像葡萄皮是這一個 展出來是這一個 然後洋蔥皮呢 就是前面第二個那個顏色 就很漂亮 所以很有趣 可以稍微介紹一下植物欄是什麼嗎 就是用我們日常生活的 譬如說用洋蔥皮 洋蔥皮的話 它是我們那個 平常吃菜 或炒菜用到的那個皮 然後我們把它萃取它的汁液之後 然後用那個方巾下去煮 長時間的把它煮跟攪之後 它的顏色就會跟這個不一樣喔 就會那個顏色這樣子 來 好 謝謝 我們現在就是在編繩子 然後一般來說 你會覺得說 編幸運神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很無聊 然後又很沒有成就感 可是我們就是利用這種圓環型的 然後你施力可以很好施 你就不用說一條一條編 然後而且非常的快 這樣子編完一條大概十到二十分鐘而已 對而且還滿有趣的 又可以訓練小朋友的手指的協調力 對 那請問一下 幸運神是什麼 什麼用途之類的 你可以 其實它的做法 就跟 它的編織法 其實跟我們鞋帶是一模一樣 然後你外面的鞋帶 是用那種機器編出來的 但是其實手指頭也可以編 那所以這個幸運神 一般你會想像成說 是戴在手上的對不對 可是其實這個可以拿來做鞋帶 就是一般那種布鞋的鞋帶 然後或者是可以拿來綁任何東西都很漂亮 對 因為它是跟機器織出來的那個紋路是一樣 對 好 謝謝 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是學校開的課後社團 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機器手臂 都是那個小朋友自己組裝的 對然後它可以做一些闖關的遊戲 那其實它這些動作來講的話 都是透過像我們這次主辦的那個 這個squish的程式語言下去寫的 對 所以它如果說把程式寫好 燒到這個板子裡面去 那它就可以做成一個自動化的執行動作 對 這自動化的執行動作 學生可以自己去設計 那例如說它可以把它由高處往下放 或是由下往上放 那其實程式剛好是反的 會逆轉 對 那學生就要去思考 對 這樣 謝謝 所以是學校會教小朋友怎麼寫程式嗎 對 沒錯 沒錯 那可以稍微讓它運作一下跟我看嗎 可以啊 那我們請那個駐駕老師示範一下 那你要傳哪一關這一關 那它目前來講的話就是把程式的控制寫在按鈕裡面 對 那程式控制在按鈕裡面的時候 它就可以去像玩遊戲 像操作那種電動機台一樣 對 然後就可以把它放下來 對 然後就可以把它放下來 你要不要試試看 對 好 謝謝 那像這個部分來講 它就是沒有控制按鈕的 對 那所以沒有控制按鈕的情況之下 學生就要把程式設計好 然後把程式存在這個板子裡 對 那存在這個板子裡之後來講 它就可以做一個自動化的動作 那就看我們怎麼去設計它的動作流程 那有時候我們就會去問小朋友說 那你希望你的機器手臂能做什麼 那有的孩子說 我希望他幫我寫字 那寫字的筆畫 他就要知道筆畫 然後把筆畫的順序寫成程式 透過它來執行 對 那這個就是進階版 小朋友希望說 那以後能不能有輪子 我們就是做好 那有輪子要怎麼做 對 這樣 那請問哪一台是類似無人載具的東西 對 像它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它如果說加個鏡頭就變空拍機 那如果說我們像一般 有時候在做簡報 會有那個紅色的簡報筆的那個雷射 它加那個雷射頭 它就變成一個像雷射光出來 所以學生會覺得這樣的課程是很有趣的 對 那所以它這邊可以加不同的感應模組 那像我們有的是有 可以偵測那個PM2.5 那PM2.5的偵測如果是偵測在平面 跟我把它掛載上面在200尺的高空 那個PM2.5的濃度可能會不一樣 那就可以做不同的數據的採集 對 謝謝 謝謝你的介紹 我們這個 就是利用那個電腦跟那個彈珠台的合作 然後呢 走過以後它會加分扣分 那達到5分的話就算過關 那達到5分的話就算過關 好 4分 要扣1分 要扣1分 所以它的計算方式是隨機的嗎 是是是 有的是加分的有的是扣分的 有的加1分有的扣1分有的加2分 所以呢 並不一定是隨機的 好 那請問為什麼會想要用這種方式呈現 因為我們學校剛開始辦創課的時候 必須讓學生知道怎麼樣去操作 第一個包括木工的製作 第二個就是電腦軟體的鞋 這個都是由學生他們自己去摸索寫出來的 所以這個彈珠台也是學生自己做自立化的嗎 對對對 是買套件然後組裝而成 好 謝謝你的介紹 謝謝 我們是教育部的運算思維推動計畫的工作團隊 那我們今天就是受邀來參加 就是因為今天的活動主要都是創課 那運算思維其實裡頭 就是跟資訊科技相關 但是其實運算思維不只是在資訊科技裡頭會用到 我們在生活上所有的問題都可以運用運算思維來解決 所以今天在這邊看到的所有題目啊 都是我們從 就是運算思維的一些 一些角度去發想來想出來的一些小遊戲 可以讓大家玩 那之後我們的這個計畫呢 也會有相關的教師演習 還有全國學生 就是從中小學直到高中的一些運算思維的活動的推廣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粉絲團 就是Facebook的粉絲團 只要搜尋運算思維 就會看到我們的相關活動 那可以向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是做什麼 那就是 就是 要怎麼樣能夠拿到我們一手的東西 你來介紹一下 這個這是一個遊戲 就是它叫動畫 那它的規則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動畫它只能改變一個屬性 比如說 這個 嘴巴我先示範 它這個就是牙齒做了改變 那我只能有一個地方改變 然後要請 請他們排出變化的順序 對 那這個題目它跟運算思維的 跟資訊科技相關 就是說 我們會先比較說 啊我找到牙齒 然後等一下我會看 鬍鬚有沒有不同 牙齒、鬍鬚 然後鼻子、耳朵 我會先找出它的屬性 然後 比較它有沒有不同或是相同的地方 那我們電腦的話 可能現在是五個屬性 那之後我們可能會有一百個一千個屬性 我們就可以用電腦程式快速的去做反覆的比對 所以用這個方式來讓他們了解說 電腦的思維這樣子 好 先你們介紹 那我們的攤位是 就是介紹自由軟體的部分 因為目前在學校的話呢 有很多單位會採用一些自由軟體來做教學 那我們就是有介紹一些 例如說 國內跟國外有沒有 目前還蠻流行的一些虛擬教材 它是做互動式的一個就是教學用的 那目前像有些學校它有一些就是電子白板 也可以互相搭配電子白板 然後來做教學 因為我們希望說 就是電腦教學的這個部分有沒有 它可以融入到各科的做教學的部分 例如說像我們PHET裡面有做那個數學的部分 然後也有物理化學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堂位就是希望可以介紹大家 在這方面的一些相關應用 希望說未來的資訊教育不是只有在電腦教室 也可以讓老師帶到各個那個就是教室裡面 然後融入各科的領域做教學 那我需要介紹一下這個部分嗎 那目前是我的畫面 我可能到外面這邊來操作一下 我用這台介紹嗎 我用這台介紹嗎 我來介紹一下 像目前就是您看到的這個就是 由美國科羅拉大學他們所研發出來的 然後就是PHET 那在這裡面的話 就是我們已經把它全部翻譯成中文了 所以老師可以透過就是網路 或者說透過我們EDGO裡面 然後來做教學 那他目前的話呢 就是用JavaScript來做教學 例如說在這裡面的話呢 他有我們已經有幫大家把這個網站 就是翻譯成中文 那在這裡面的話 例如說我們有按照年級 然後區分教學的主題 在這裡面從國小一直到大學的 這些相關主題都有 例如說國小的部分 那在這裡面的話 他有非常多的那個模擬教材 那例如說在這裡面的話 像我們有那個 要教小朋友做電路組裝 其實小朋友有時候 在做電路組裝之前 我們可以先透過模擬式的教材 讓小朋友先體驗一下說 他在這一個部分可以怎麼做 那我們執行一下 那他就是透過虛擬化的部分 讓小朋友可以直接在電腦上面 然後做一個簡單的操作 所以這個是平常提供給教師 教學用的還是其實大部分的 就是民眾也可以在網路上找到 大部分的民眾也可以 因為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他是完全開放的 所以我們就變成說 小朋友在家裡面也可以自主學習 而且您不需要說花一大筆錢 然後去購買這些相關的教學軟體 而且小朋友如果說在學校裡面 老師教完一次之後 他可能覺得說我回家還要再複習 也可以透過網站直接打PHET 他就可以直接在家裡面做複習的動作 甚至他如果說對高中或大學的 這些教學有興趣的話 他也可以做一個預習的部分 那他都蠻簡單的就是透過互動的方式 你只要把這些部分做過拖拉的這個部分 那我簡單的示範一下 他就是可以馬上讓小朋友了解一些 在現實生活中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觀察到的一些狀況 例如說這個電子的部分 小朋友在現實生活中 他沒有辦法了解電子到底是怎麼樣去 在電路裡面跑的 可是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部分 讓小朋友很清楚的看到說 原來電子它是這樣子在循環在跑的 甚至我們可以告訴小朋友說 為什麼高電壓很危險 在這裡面的話您可以看到 我們只要改變電壓 他就會讓我們的這個虛擬的狀況 讓你看到說 為什麼高電壓很危險 因為在這裡面的話 可能會引起電線走火 可是像這些東西 平常老師在教學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現實展示給小朋友看 那小朋友可以透過這一套 模擬教學的部分 然後就是展示 並且體驗這個教學 我們攤位是改良洗手台 那因為小孩子不喜歡洗手 那所以小朋友們他們想說 要讓幼稚園的弟弟妹妹 能夠喜歡洗手 所以加入了音樂的功能 還有那個會動作的這個 會搖擺的這個手這個功能 然後讓小朋友更喜歡去洗手 預防這些疾病的感染 所以是他是會裝感應器 然後如果有人到他就放音樂 還是他的音樂是一直持續放下去 他是透過紅外線感應器在操作 因為我們一般的洗手台 或者是小便斗 我們也是用紅外線感應 在感應縮距離 那可是今天因為太陽光的關係 我們紅外線可能有失靈的現象 那當人離開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斷水 然後也會那個所有動作都停止 復衛 好 謝謝你的介紹 我們這個是用Arduino寫的 還有這個是X4A寫的 這是一樣的 只是接孔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台東來的嘛 我們台東來的我們有名就是溫泉 溫泉的話 常看到新聞就是因為一些 老年人的泡溫泉引發一些心臟問題 然後不幸上升這樣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這個東西 我們這個靈感是源自於 之前我也去參觀一次那個火車鐵路館 我們那個列車的那個車頭 有一個東西叫做死人法 這個聽起來就覺得有點不吉祥 只是那是舊人用的 那是每段時間都會想一遍 假如說列車長踩的時候 他就會停了 假如說一直沒有踩 火車就會整台煞車 就是因為說怕列車長突然因為什麼事 而昏倒或是怎樣 整台火車都遭殃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取決於這個靈感 我們就想要做一個這個 這個是室內的 這個是室外的 然後 這是裝在室內 這是裝在室外 這是像溫泉那種密閉的那種湯屋之類的 這是裝在救難人員的辦公室 然後這個東西每十秒就會想 你看 這種東西每十秒就想一遍 所以現在是計時十秒 因為假如說再來說 現生活中應該可以用三分鐘到五分鐘 只是因為這因應展覽 所以我們是用十秒就想 如果我都想要這個 然後這個